無極天外別無天 幸福極世大絕先 禮經拜向人心照 極樂乃是不動天 我們都知道天有三天 有黃極向天 有太極氣天 還有無極禮天只有三天 所以一貫道為什麼叫一貫道 我們都說是無道義一貫 事實上是 無太黃三極一貫大道 簡稱一貫道 這裡講的就是三極一貫 說黃極向天 講的有形有笑 我們看得到這個天 太極氣天 就是那個仙人 你看不到的 但是仙人在那邊 神通變化 飛行自在 享福無限的那個天 再來就是 無極禮天 這叫三天 無太黃三極一貫大道 但是我們 黑黑老人 他這句正道歌就是告訴我們 這三天只有一天 就是無極禮天 所以叫無極天外別無天 那無極禮天在哪裡呢 太極氣天 黃極向天 你看得到的一切 你看不到的一切 通通都是無極禮天 無極禮天沒有範圍的 沒有說這一塊叫無極禮天 這一塊叫太極氣天 那一塊呢叫做黃極向天 所以無極天外別無天 沒有別的天啊 通通都是無極天 這叫無極嘛 沒有極限 沒有兩極對待 沒有這裡是那裡不是 無極天外別無天 所以我們都已經在無極禮天 我們也都沒有離開過無極禮天 天地宇宙除了無極禮天以外 也沒有別的東西 問題是 無極禮天 是極樂世界啊 而這個世界呢 是五濁二世啊 生死苦海啊 我們只有感受到生死苦海 沒有感受到極樂世界啊 所以你空口說白話有什麼用呢 你要說這裡是極樂世界 無極禮天 你可以這樣說啊 我沒有感覺 我也沒辦法相信 就像一個男生 跟女朋友說我很愛你 女朋友說我沒有感覺啊 我沒有感覺到你的愛啊 你只是說說而已啊 有口無心啊 然後一個蝦子在陽光之下 你就在陽光之下 他說我沒有感覺啊 因為他看不到啊 一個籠子 你讓他去聽交響樂 你聽得很陶醉 他麻木不仁 他沒有感覺 所以無極禮天 祖師既然說了不會騙我們的 也不是一位祖師說 所有的祖師 所有的先佛神聖 甚至基督教 回教都是這麼說的 神的國 就在你們中間 天國就在你們中間 這是耶穌說的 天國就是無極禮天 他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 你們就在這裡面 就在天堂裡面 沒感覺 沒感覺 所以呢 要怎麼樣才能感覺呢 幸福即是大絕限 要回歸你的本性 幸福 要富其見天地之心乎 我們不是講這個富卦嗎 要歸根覆命 歸根覆命 恢復你的本性 歸根覆命 回到根本 回到你的本來面目 恢復你的天命 天命之未幸福 恢復你的天命 所以幸福 恢復本性 就是要怎麼歸根呢 歸根約境 歸根就是新收回來啊 歸根 回到根本 要回到這個鼻祖 我們生命的根本就是這個鼻祖 中國人講鼻祖 就是鼻尾祖 為什麼我們常常講說 你是什麼行業的鼻祖 我們常常用這個名詞 沒有想到 這四章就是一個醫學名詞 中醫的醫學名詞 因為我們的七竅五臟 五臟六腑是以鼻為祖 人之受胎啊 疑先成形 不是說先長一個鼻子出來 是說鼻子這個 玄關這個所謂的 中國體 它是第一個胚胎 從這邊開始 分裂出來 你身體所有細胞從這裡分裂出來 所以又回到這個鼻祖來了 但是 守旋誰都會啊 守旋手都會守 可是你沒有真正的歸根 真正歸根叫做靜 你的心完全沉靜下來 你要靜 一念不生啊 這才是真正歸根 我們心都亂轟轟的 念頭很多啊 胡思亂想 每個人心中都有很多話 我有話要說嗎 很多話要說 甚至我要來講課 那我也有話要說嗎 說法嘛 有人是說話 有人是說法 說法就是心中 先要有一套嘛 有一套你到時候才說得出來 說話的時候我又有話要說 到時候我就把我要說的話說出來 說法 說話當然可有可無 說法總是必要了吧 代天宣話講真理啊 什麼才叫說法知道嗎 說法者無法可說 沒有法可以說 心中沒有一法可說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我事先 不能說 整晚都在想這句要怎麼講 我根本不知道這句 今天要講這一句 無法可說 沒有法可以說 放空 虛才能夠靈 平常心就要一念不生 才能夠歸根 歸根約靈啊 靈約復命 心靈下來以後才可以復命 歸根每個人都會啦 歸根這個動作每個人都會 但是沒辦法靈 靈下來以後才真正的復命了 幸福 恢復你的本性 恢復你的本性 這時候你就可以感覺到無極理天了 幸福即是大絕限 你就大大的覺悟了 原來我就在無極理天 這時候你才能夠體悟到說 我們點道的時候講的 魂喊長生不老天 可以感受得到我在長生不老天 所以說復命約長 就保持常態了 長什麼 長樂我盡 極樂世界 這個叫大絕限 仙人就是不死的 真正覺悟了以後變成仙人 就算有一天肉體死了 也是叫蛻變而已 其實這個蛻變就是 這個真正恢復本性的人 有一天要面對死亡的時候 他不是很突然的 他真的是鑽出這個殼啊 脫殼啊 你會感受得到 先感受到肉體整個鬆掉 雖然還住在這裡啊 肉體變得像一個殼一樣 整個鬆掉了 然後不是像一般人說 隨著死亡的接近 頭腦越來越昏潰 越來越糾纏 越來越痛苦 越來越迷惘 不會 越來越清楚 甚至哪一天要走都很清楚 越來越清楚 昨天才有一位道親 跟我說他媽媽 他媽媽就度了很多人求道 很誠心的道親 飛空前幾天就講說 我看到老婆娘要來接 金尊筆 看到老母娘來了 他以為他年老昏潰 真的就如他所說的 之後到了就走了 所以這是仙 暫時住在這個軀殼裡面的仙人 大絕仙 道家稱之為大絕金仙 大絕金仙 你說金就是不會再變 真金不怕火煉 任何的考驗都不會再改變 大絕金仙 佛家稱之為佛 儒家稱之為聖 那一樣的名詞不同 一樣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 要去體悟到 無極理天 之外別無他天 我們就在無極理天 怎麼體悟呢 恢復你的本性 怎麼恢復呢 靜 要靜得下來 不是嘴裡不說話 心裡也沒有話說 心裡也沒有念頭 你可以念個無字真經 念到無字真經不見了 變成無字了 靜 那你不能靜一下子而已 靜到一個程度以後呢 復命 就是幸福 恢復你的本性 恢復天命 天命是不會死的 人命是會死的 所以天命叫做長 復命曰長 所以叫做先 禮經拜相人心照 拜佛相 禮經經典 這就是經典 經典也是文字 文字也是形象 那佛相 那佛相 人總是要有一個對象 讓你去恭敬禮拜的 但這種恭敬禮拜 有一個對象來恭敬禮拜 不管你恭敬禮拜的是經典還是佛相 總是希望借著經典和佛相的 經典的開導 先佛的接引 希望借著經典的開導還有先佛的接引 可以讓我們怎麼樣呢 往生極樂世界 這個是人心所造 這不是道心 人心永遠都是 有來有去 而如來呢 叫無來無去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叫做如來 人心都是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 我從地獄來要往天堂去 我從貧窮來要往富貴去 我從疾病來要往健康去 就是有一個從不好到好這個過程 那為什麼說 如如不動 所以講極樂乃是不動天 我沒有感受到極樂 你不動你就極樂了 你的習性就是動 就是要從這裡跑到那裡 永遠都覺得這裡不好 有更好的可以去 就是這樣 沒辦法相信 無疾天外別無天 我要移動啊 要從向天移動到氣天 從氣天移動到裡天 對不對 要移動啊 要越來越好啊 好還要更好啊 賺錢也是啊 也不能說 22k就可以滿足了 要到33k 43k 53k 100k 200k都不夠 對不對 是啊 我有很多親戚賺到 100多k了 還是整天煩惱的不得了 到了100多k 他的胃口就大 他覺得兩三百k 才勉強夠 所以永遠都在移動之中 這叫攀遠了 極樂世界在哪裡 極樂乃是不動天 你要如如不動 要如如不動 不要動了啦 動到哪裡都是如 不要動了 就好像你在海裡一樣嘛 這個魚在海裡 游到哪裡都是水啊 都是海啊 不是說這裡是海 那裡不是海 道人就是 到哪裡都是道 哪裡沒有道 這裡可能沒有錢 但這裡一定有道 那裡可能沒有愛情 但那裡一定有道 道無所不在的 道有範圍就不是叫道啦 道也者不可虛於離也 可離非道也 不是說你不能離開道啊 這你離不開道啊 可以離開就不叫道了 我們唯一不能離開的就是道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就是道 你怎麼離開自己 只有道是你離不開 而道什麼 道就是無極理天 我要這個東西幹嘛 極樂啊 要這個幹嘛 對不對 就是極樂啊 當你不動你就 極樂就現前了 就發現哦 原來這個世界是極樂 我們苦都是苦在哪裡 動啊 這叫動則有苦 動則有苦啊 苦是來自於這裡啊 動則有苦 所以無明啊 就是不明法界一向 不明白這個法界就是一個儒 不覺得心動 心就動了 欸那裡有更好的 然後移動 動則有苦 苦是這樣來的 我要移動 移動第一個苦就出現了 欸這裡不好 就有苦啊 然後我要向那邊移動 要怎麼移動呢 動得了嗎 第二個苦 移動的過程 哦好辛苦 到了那以後發現不是那麼回事 他更痛苦 更痛苦 很多這樣的人啊 他很努力 沒達到目標還好 達到目標了 發現落空了 他以為達到那個目標以後 那種幸福指數就會破表了 沒有 痛苦指數破表 而且還無計可思 那比亞沒有能力的人還好 他可以一直在奔向目標 都是還有希望嘛 還沒到達目標 一直到死 還沒有到達目標 他只是說我遺憾 遺憾還是有希望 那種到達目標的人才絕望 莎士比亞說的 人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願望不能實現 更大的痛苦就是願望實現 以前我高中的時候就有個老師說 千萬不要娶美女啊 娶到一個美女 你要有多少的 你要有多少的配套啊 你才守得住她 動則有苦 娶到美女啊 更痛苦 更痛苦 所以 嚕嚕不動 極樂乃是不動天 哇這個簡單啊 只是你信不信而已啊 你不要再從這裡動到那裡了 要好好享受這裡 這裡就是極樂世界 好好去絕受 去感受 先靜下來感受一下 我沒有感受啊 你就還沒靜下來啊 對不對 因為你手痠啊痛啊 所以你放下來休息 我還是痠啊 我還是痛啊 你休息不夠嘛 你休息到一個程度 它就好了又復原了 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 現在來努力的靜一靜 感受一下 我們無極理天 就在你的裡面 你就在無極理天的裡面 給你啦 請回阿滴 他就是不容易 可以 你聽開啟 很嚴重啊 給你